大家好,今早4月27日在沙田有四組試集 先給大家看看第一組,是泥地的12米 時間是1分10秒64,最高分是113分,勝德精彩 黃金甲103分,最低分是黃龍帝國47分 4月27日,今天第一組,泥地12米的短途集 好,開閘的時候,電源之區出閘慢了 尾位置綠色衣服,歡迎復星 吞下來尾衣服,黃衣服,全組最高分的就是勝德精彩 好了,跑了一段路程,前面佔先少少的馬 埋便位置就是黃龍帝國 第二位的馬,中間佳力寶,外面黃金甲在第三 第四位,埋便白衣服,恭喜發財 第五位,藍衣服,電源之區 尾位置,黃衣服,勝德精彩 包了最後,是歡迎復星 好了,轉彎中間,前面帶頭的馬依然是黃龍帝國 第二位,還是解力寶 第三位,比較近一點,外面黃金甲,恭喜發財 第五,電源之區,後面兩隻,勝德精彩 包了最後,大外擋六三,是歡迎復星 好了,最後二百多米,黃龍帝國還是佔先少少的 黃金甲,在中間沒有什麼比 那邊,恭喜發財上了一點,電源之區 藍衣服最出兩隻,勝德精彩 大外擋歡欣復星 黃龍帝國贏出這個大閘,恭喜發財第二 大外擋歡欣復星,黃金甲都在 藍衣服中檔第五位,到電源之區 衝了一衝,勝德精彩又不多 在後面,就佳力寶 好有趣喔,看到這隻電源之區 過終點之後還搖兩搖 這隻佳力寶不給評分,很明顯 先看看余世 黃龍帝國是最低分那隻 竟然輕鬆贏出 我想我會給9.25平分 等等,再跟大家再看一次這組集 這隻黃龍帝國 Holy Roman Emperor下線是Black Breeze Luck 可能是因為濕濕地地 泥地特別厲害 好都好多 這貨集真的試得不頑 我給9.25平分 純計這貨集 恭喜發財 其實他在外地 在膠沙地跑過一次就輸了 可能太長途了 其實是一匹1400-1600馬 我覺得他不是跑那麼長的馬來的 泥地會特別厲害 加了下午就幫到手了 九分水準 寬一福星包尾 看到他沿途包尾 但是看到他 在直路搖兩搖很肯追 看到這匹馬 應該的評分測 現在是多少分等等 看看先 現在是75分 應該還有得上的 只不過是賣偏細粒 不太耐薄 休息期足夠來跑 我想下個星期會跑 應該要拖腳 9分水準 做得精彩 好像真的沒有之前那麼好 8.75 黃金甲也要搖著 是嚴短的路程 雖然回來後 不算很多 但我也要給9分水準 公喜法庭給9分水準 泥地是泥地馬 草地應該未必夠跑 但這隻馬來得不錯 交了眼罩 電源之區初起8.75 要鬆著讓他走 過終點之後也要搖著 所以初起而已 聰明清楚也要騎 黃金甲輕鬆 這兩隻是最高分的 但這隻寬一福星 搖兩搖就過去了 所以寬一福星明顯狀態好些 黃金甲也好過聖德青彩 如世不多 還有這隻電源之區初起 留意一下他之後跑什麼路程 和跑什麼地 因為看血統上應該是一匹 泥地馬 泥地好過草地的馬 好了 看完第一組 看看第二組 第二組 第二組合1分10秒83時間 最高分是64分的勁力十足 好 好 繼續試集來到第二組 麗地千二的短途集 來的 好 開集的時候 標之智偉跳了一跳慢 尾二位置 常山奇寶 尾三 綠色衫 東方繁華 尾四 紅衫那隻 神之水敵 好 前面放了出來 是那隻 是富全英雄 第二位 外面 多多保企 勁力十足 中間一直頂著他 再見到後面 第四位 外面 曾勇士 中間 上山奇寶 內蘭 六三 東方繁華 尾三 六三 就是當家信心 尾二 神之水敵 好 包了最後的馬 是標之智偉 好 轉彎的時候 前面帶頭的馬 依然是這隻 富全英雄 緊隨第二位 有勁力十足 多多保企 第三位 內蘭 慢慢走上來 有東方繁華 外面 神之水敵 最出是曾勇士 橙袖 中蕩尾三 上山奇寶 內蘭 省了很多位 標之智偉 退了來包尾 綠色衫外面 有那隻當家信心 好 最後八多米 透出的馬 就是那隻勁力十足 外面位置追上來 是那隻神之水敵 第三 多多保企 第四 東方繁華 第五 副全英雄 後面那四隻 橙袖中蕩 上山奇寶 上了一點點 賣變黃衫上了一點點 標之智偉 兜了個大彎 曾勇士 在後面是當家信心 當家信心未得 這隻曾勇士 你不放出來的話 他本身就不是一隻 那麼肯走的馬 但今年的近況 真是一般 現在減回分 四班就馬上試貨大集 但試得一般 好了 和大家一隻一隻一隻 再看一次 副全英雄 我之前也說過 他贏馬的水準不高 所以其實他是一匹 評分沒什麼優勢 在四班 是欠個位置 要再進步一點 才能夠再贏馬的馬 試得好像最後不多 8.75 神之水敵 在這個位置 沒有戴眼罩 戴白鼻 拖了在後面 但是他在600米左右 很肯捐 入直路 看到莫雷拉 好像 除了風鏡 去撥一撥泥 然後他自己也很肯走 九分水準 這些馬 應該是很有能力的馬 多多保企 全程在前面 然後回來 不算很強 但是這個評分 可以再爭位置 狀態 九分水準 勁力十足 其實一直都很健康 一直都健康 但是他贏馬的時候 上一場是很強的 但是之前 真的賺了一個晚步速 其實上一場 我也有點懷疑 會不會地快 所以 時間快 64分 你三班 最多是扔腳 他要再進步一點 三歲仔 可能遲一點跑長一點 但是這課是九分水準 東方繁華很輕鬆 又是九分水準 這隻馬 根本現在的狀態都跑起來了 而且原來不用留到太後 Modern ready的仔 減分減到差不多 可能要跑長一點 泥地1650米 我會記住他 和草地的1400米 庫存英雄說了 標知智慧要騎8.75 這隻 常山奇寶 想和大家看一次 東方繁華 在這裏 要搖著 看看他 之後 就不算很多 看見黃寶妮和他騎 芬疆 搖 都一般 肯走 8.75 但這個評分 遞地1200米 長期要拖 因為他隨時突然不留後 他回到前面走 他會走下來 因為他有班 這隻七歲老馬 狀態好像沒有之前那麼好 但也算是 騎著搖下去肯走 所以8.75 看完兩組集 看看第三組 我不看遇世 第三組集 1分11 1秒11 最高分60分 暴李如飛 最低分是24分 拖板精英 長途馬 繼續試集來到第三組 來地千二的短途集 好 開閘的時候 不算很快的美之妙 四季起 越華聖甲 那些馬都不快 外面黃三鮮兵都不快 走上去 好 前面是要搶放 就是這隻全心全意 一路比著就佔先 外面位置 紅三都很久沒見 暴李如飛 第三位馬有鮮兵 埋遍大家開心 第四功夫茶 第五 越華聖甲第六 外面拖板精英 尾四 四季起 尾三內蘭 現在被人過了 那隻黃龍司令 紫色衫皮具之聲 淺藍衫還有一隻美之妙 好 轉彎的時候 前面放頭的馬 依然是全心全意 第二位一路兜外面 就是暴李如飛 先兵要逼 內蘭第四 大家開心 第五拿出去功夫茶 內蘭第六 越華聖甲中間 還有四季起 後面四隻 裡面是黃龍司令 想回一些 皮具之聲 外面淺藍衫 美之妙 退了下去的馬 是那隻拖板精英 好了 最後百多米 暴李如飛 都內武見 入閘又扭計 但都很有機會 贏出這個大閘 前面全心全意 有些力藥 皮具之聲 最出轉了馬房 美之妙追上去 功夫茶 中檔 裡面黑衫上回 大家開心 在後面鮮兵 是退的 四季起是跟的 黃龍司令 在後面 內蘭越華聖甲 在後面的馬 還有一隻拖板精英 這組集挺參差的 你看看 細小小小 暴李如飛轉了馬房 很久沒有跑 初初以為很厲害 但很慢時間 1分11秒11 這樣要騎回來 8.75 初起 美之妙轉了馬房 奧萊利仔下線 HIGH CHAPEREL 泥地一定沒有問題 而且中距離馬 但騎得比較重要 但9分水準 應該有馬贏 轉了馬房之後 明顯有進步 皮具之聲 配置了很久 I'm Invincible 之前也說過 泥地特別厲害 上次縮回來 跑1650 不可能太密 而且 嚴短 真的要跑1800米 但見到他很輕鬆追上來 見到這貨集是用周俊樂試 不知道會不會有周俊樂跑 減了幾磅 應該可以再贏 泥地1800米 草地位置 泥地1800米 應該可以贏 9.25 很適合 這隻馬 全心全意都說過 這隻馬 整季都說 操不起 這貨集都是不行的 出了出來 但回來不多 8.5 功夫 8.75 全程都要搖著 這次跟前了一點 這隻馬要跑長一點 Shocking 下線 Modern Ready 中距離馬 泥地非常厲害的馬 看看之後會不會跑上泥地 1650 甚至1800米 這些馬 特別是泥地的性能 看見他今天是戴了眼罩 試得不錯 潘頓 潘頓要這樣試 通常都是 可能還要加多少要粗 大家開心 9分水準 純粹計這貨集 9分水準 很輕鬆回來 如是也不錯 4鞭喜 和黃龍絲靈 其實都按得緊緊緊緊 兩隻馬 我只能夠給8.75 純粹這貨集是8.75 但是4鞭喜52分 上次也有選擇 看到他也有走勢 這隻馬特別留意 泥地很厲害 草地沒有問題 有分子的 可以特別跟進他 先冰這貨集試得頑皮 應該要用它頑皮 8.5 黃龍絲靈 其實很實用的馬 但40分有点尴尬 跑四班未必够跑 但跑五班的1800或1650米尼泥地应该有马赢 8.75而已 可以试得好些 但仍然是很贵的 于华星加未够水准 不多说 拖板精英 贵初跑得很好 神货也不差 但试集真跑也不一样 不准评分 好像下了 看完三组集 看看第四组 第四组集是1分01秒41 是1650米 最高分是90分的银子 最低分是31分的好攻势 继续试集来到 第四组1050的泥地短途 开集的时候 那只闪耀荣光应声弹出 现在包含了什么是银子 尾仪是赤金 尾仪是赤金 尾仪是快一步 前面 开头闪耀荣光快点 还带着外面人磨加轻 埋便位置 有这只好攻势 第四位 晋王星 第五位 开头南三中华 威威外面 慢慢走上去 健康就好 白帽红衫 尾衫红衫 快一步 尾衣灰马银子 暂时包尾的马匹 是那只赤金 好了 转回入直路 前面佔先的马 埋便好攻势 走上去 外面就是人磨加轻 中间夹着险耀荣光 埋便晋王星 外面健康就好 藍衫上来 中华威威 后面的马 银子向尾衫 尾衫 红衫就是快一步 粉红衫 是赤金 好了 最后百多米 透出的马 依然仍是人磨加轻 都是占仙 外面追上来 中华威威 粉红衫 晋王星 埋便好攻势 第五险面荣光 第六灰马 银子 后面的三只健康就好 快一步一直在后面 赤金 粉红衫也一直在后面 美的三只 不多说了 快一步 赤金 赤金 健康就好 最多一会讨论 评论 血统 看看鱼勢 晋王星 轻松 在这里 马真的很健康 泥地 真的好 时间不算快 按住前面的马 人祸家兴 这货集 我给九分水准 上星期和希斯吃饭 张生 马主 在隔壁 都听到一些东西 只能够说 三班 应该还有平分 在手 潘顿肯和他试 希望 爬得好好地 这只马 仍然有平分优势 应该 九分水准 中华威威 好贵 跑泥地 特别厉害 不用留到太厚 而且 看见他这个集 莫雷拉肯继续和他试 留着少少来跑 自己肯追谋 我给九分水准 又给不到9.25 晋王星在这个位置 九分水准 又是 给不到9.25 这两匹都给不到9.25 因为慢时间 他输给人祸家兄弟 那是六十几分马 所以这两匹马 跑泥地 1200米 应该还有马赢 晋王星 现在59分 好处是赚了 其实应该六下 即是 刚刚那场 赢的距离不算远 不然的话 他应该是 加多少少分 但是 只是加去7分 偷笑 在这个班 应该还有马赢 好攻势31分 泥地好像挺厉害 虽然转转转转转转转 但是余世不错 对着高分马 在5班里应该有马赢 但是他什么时候肯放 放出来又能捱买得到 我勉强 8.75 因为他要摇住 闪耀荣光回来 散散散的 好像下了 但是跑5班 所以跑4班 随时也要拖 长期也要拖 8.75 银子很轻松回来 但评分又是 见顶了 泥地叻 但是只能拖脚 状态方面 我觉得是9分水准 仍然保持得很贵 健康就好 Vespa 好像是香港第一匹 Vespa 我朋友拥有 Piergeo 细马房 他在一场 Walborn Farm 2岁Classic 输给 Bonita Aurelia 那一场马 不算很帅 水准 之前也是输给 去跑场800米 初出那一场输给 Cue as a Bill Cue as a Bill 是一只 当地最帅 最帅的短途马 他输 3个马位 800米 也很正常 但在3班 可能要进步一点 Vespa 本身是短途马 外地的方 不算很厉害 但是在3班 应该都要适应 65分才开始想 快一步 希斯马房 对 对 抱一步 苏保留马房 初出那场 跑得不差 但是 我都说那场马 是没有威胁的 4月11日跑完之后 这部门也是一般 要减分 五班见 Lexig Headwater 通常这种 都是早熟快马 前置马 但是 这匹马 尼得状态一般 我想要先减分 好了 看完四周门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期待 交给大家 点减分 啊 本计